好 帶你來看到儘管中共施壓頻頻 不過美國總統歐巴馬還是和西藏流亡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見面 歐巴馬在全美祈禱早餐會上 還向在場的人士說 達賴喇嘛是他的好朋友 達賴喇嘛被安排與歐巴馬貼身顧問迦勒坐在同一桌 距離歐巴馬總統很近 但是兩人沒有直接接觸 在這次講話中 歐巴馬提到了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同時也表示 伊斯蘭國是殘忍惡毒的邪教 以宗教之名實行難以言表的野蠻行徑 新航電視綜合報導